因为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焦点拉回主轴 就是我们还是要冰着谢怡荣案 这个本身 他的后续 那包括像王世坚委员也说 案子发生之后 整件案子一开始就应该定调 由检察官介入 希望劳动部一次讲清楚 而不是用挤牙膏的方式 恳切希望行政院出面 帮忙对社会给个交代 也期盼政府部门彻底检讨 当事人谢怡荣躲躲藏藏 这不是高阶公务员的态度 他再不出现 刑事追究可能要有责任 所以赶快说清楚 那么当时最早踢爆的 民进党的新闻市议员李宇祥 他说北分属里面 又有人出来爆料 除了谢怡荣以外 还有其他霸凌施暴者 就还有其他的大魔王 甚至在事发之后 一级主管科长主任 变相要求同仁们 要在网络社群发文 协助洗白 让这位前同事得知之后感到相当心寒 如果有下令 有人下令是谁下令 是谢怡荣吗 还是秘书室主任要求同仁这样做 司法调查 行政调查都必须把秘书室主任纳入 才能够厘清相关案情 评论员王瑞德他说 居然还有人继续在盯北分属 是有谁在外面通风报信 以及是谁跟媒体爆料 最应该负责任的另外一个加害者 竟然到现在都被轻轻放过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看到 再也都有所动作了 那么白银这边民众党 他们说12月7号要办反霸凌游行在凯道 那国民党这边将提案要成立 真相调查委员会 只是虽然宾哥说这个案子 我们还是要继续一直盯下去 可是我们在讲 就是以民众党来说 他12月7号才要办大游行 会不会拖太晚 拖到到时候议题都有点冷却了 那么对国民党来讲 你不管听政会也好 真相调查委员会也罢 但是不得不说 这已经被大法官拔掉了调查权 那拔掉了之后 还能够撕得开这一块劳动部吗 其实真相调查委员会 当然他是阉割版 可是你要因为他被阉割 就不去做吗 还是要做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 来凸显调查权有多重要 那没关系 很多时候 可能民进党会开始就 他这些相关行政单位就不甩你 包括吴思瑶那天已经讲出来说 你们不能成立调查人会 因为监察院已经卸入调查 所以根据大法官解释 你们就不能成立 那没关系 他们要党就让他们党 那行政单位不配合就不配合 那只要他们也不配合一次 我们就把它公布一次 就告诉大家他什么东西不配合 因为我比如讲 有一些事情一般民众无感 就是你们调查什么 老实讲干我屁事 我根本懒得理你们 但是霸凌这种事情 因为它普遍存在台湾社会各个角落 所以这件事情是全民都会有感的事情 那只要你在调查过程中 行政单位出现刻意阻挠 不愿意提供资料 找各种借口 没关系你就把它全部都公布 让全民来看看 他们就是这样子阻绝 不让你们去调查真相 那让全民来做一个公平 就是这样 然后北分属这边 其实本来就不止谢荣一个人的问题 蔡孟良其他这几个人 包括这个无姓公务员的直属主管 看起来他们都是共犯结构 我觉得是 都是啊 许明春自己也是啊 何佩山也是啊 因为何佩山虽然是520才就职 可是实际上 他从他520就职 一直到11月4号中间这段时间 这个霸凌还是持续的 而且你看之前会议记录也显示 这个谢宜荣是有恃无恐的 直接告诉大家 领导风格不容智慧 老娘就是这样干 没你想要弄 而且显然 你看哦 劳动部现在在告诉你说 他们完全没有接到任何陈情检局 没有任何记录 那请问一下 这个谢宜荣为什么在开会的时候 讲这个话 表示你们接到陈情接到检举 你们把他吃掉了之后 就直接通知谢宜荣 然后谢宜荣才会去警告他的下属 你们检举我没有用啊 老娘背后有人啊 我北京就会到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然后再故意直接在 你看哦 正常来讲 正常的主管 他不会让会议记录留下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将来会对他不利嘛 可是他为什么 因为会议记录要经过他先河了 他为什么愿意让这个字出现 表示他没有在怕啊 没在怕 全部都是我的人啊 我就是故意留在那边让你们看 你们谁还敢动 谁还敢再去检举看看 陈情没有用啦 老娘没在怕没在甩啊 他就是嚣张到这种地步啊 所以其他的这些人要不要查 当然该查啊 你不要看 许传胜啊蔡孟良 现在一个一个一副很可怜的样子 那天蔡孟良被问到说 为什么谢怡荣可以去当分署长 讲了半天还讲不出来 你们不要看他 看起来好像很木讷 好像很老实 我告诉你那都是装出来的 这些人都是共犯 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不是共犯 谢怡荣如果这样处置的话 你好歹也要去拦一下说 你不能持续这样做 这样做是有危险 这样做会造成很多问题 没有啊 他们任由这个情况发生 大家还在互相cover 一直到那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何佩山跟许传胜两个 还不断的在帮谢怡荣讲好话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些人本来都应该要查 但是问题是会查嘛 老实讲我认为 这个洪森汉来 大概就是 全部随随便便弄一下 就说这些人都要负连带责任 就把他弄起来 然后就赶快迅速把他解案 包括谢怡荣现在采取也是这个策略啊 谢怡荣在整个 所谓七分钟的这个影片里头 他从头到尾虽然感觉上套 我一直不断的在道歉 可是实际上他在干嘛 他实际上在告诉你 我唯一没有尽到的责任 就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所以根本不是我害的 对 他用保护 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他的主管 高阶主管 我没有保护好他 这是我的不对 但是人们想要抬 谁害他不是我 每一个人都在撇心责任啊 而且他也没有出来的意思 对不对 他就拍完这个烂片之后 也就消失了 是啊 就神隐啊 那神隐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他们可能就要 开始打行政诉讼 因为你考机会的处分 已经做出来了嘛 他一定是不服 你看他样子就知道他不服嘛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开始打官司嘛 那这个官司会拖很久哦 你看你们中天 那个行政诉讼打多久 有的拖了 5年 真的 5年 5年之后 社会上还有几个人记得谢怡荣是谁 没有人记得了啦 所以大家就慢慢拖嘛 拖到大家都忘记这件事情为止 他们就达成目标了 那你们真的要让他们这样拖下去吗 当然 这一次民众党选择12月7号才办这个游行活动 时间上是有点迟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为了要撇开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可是能不能号召人来 就看大家群众的反应如何 那国民党也很绝啊 国民党昨天在办党庆啊 对不对啊 我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我是朱立伦 我昨天会干嘛你知道 我党庆不办了 我们现在整个默哀 因为社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国民党应该要有点sense 把这个事情做大 那可是没有 好没有就算 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其他进一步的行动 我觉得这对在野党来讲是一个机会 不是让你们夺回政权的机会 而是凸显出 整个政府的行政机关有多荒谬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如果没有好好把握住 那就是机会稍纵即逝 自己不好好珍惜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轻撑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路全销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天安 除- business 公司 脑子 体肛 马 Tsch 忍 矯 治 地 欢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